印度尼西亚第二次的这个队伍代表 就是恒明堂 那么这个恒明堂这支队伍呢 也是有多次参加国际武士比赛的经验 但是如果我们讲多次的经验来讲呢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头武士投资委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新的运动员 非常年轻的运动员 没有就是我的意思说他们是由师兄辈的把它培养出来的 这次参加比赛 恒明堂是可能多次的经验 但是他们是第一次 我看到目前为止很多好像很多个 他们那个装都是自己准备的吗 我好像看到有一些都几乎都一样的大同小异 其实这次这十支进入大决赛的队伍 除了是冠胜工本身有带这个装备来之外 其他的队伍呢 装啊都是以大会的工装 大会的工装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提供的 提供的 那么这些尺寸啊 这些工装的尺寸呢 其实每一个国家他们都知道人 所以之前在发出这个邀请函的时候啊 也把这个工装的尺寸呢 都发给他们 都发给他们 所以你感觉上 哎都是好像一样 其实每一次的长短高低呢 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个别是有发挥 他们重新组合吗 在这里 对 就是临场的时候 每一个配套都不一样的 他们自己自己选择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国家 练习是这样这样这样的组合 来到这里 我们找回这样的组合的那个配套 供应给他们 所以会不会说有几组 他们的配套也是一模一样的 都会有 都会有 因为怎样讲 这次的比赛里面 有很多都是观点 好像看起来是师兄弟对的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 都有互相学习交流 所以用起来的组材啊 都是这样的 甚至包括那组合都一样的 那自己人跟自己人比赛 他们心态上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应该不会吧 应该就抱着很高兴的心态来 一种运动 应该有一种非常好的体育精神 而且是用一种切磋的角度去看 不要有一种怎样讲 你可以把我当敌人 但是不要当是仇人 当敌人不要当仇人 就是 对 你把我是假想说你的敌人 那很好的 就是你要向我挑战 我很高兴 但是仇人就不愿意了 我恨不得把他看掉 这个就是有点瑕疵 但是这种瑕疵呢 是不会被扣分 他这个罗组完成了怎样 会比人家的感觉就是你抬着那个人走 那个人走 那个再好一点 但是他这里好像有稍微miss了一下这样 但是那个不重要的 执疑了一点 对 那个不是重要的 总体来说他们还是玩得相当难 我们看这个动作呢 如果是尾的配搭呢 会整理一下 跟丝头这个座位呢 稍微提高一下会更加好 那么别人感觉就这样好像挤在一堆这样 就整个造型就没有这样美了 整个整只狮子的体态 而且我的感觉上 这个丝头呢 在接这个休息的时候啊 是坐在那个圆盘上 那这个是裁判看到的话呢 肯定不扣你的分 但是会不给你提高你的分数 这个是吃亏的东西呢 就自己找来麻烦 为什么呢 不给坐在圆盘上 因为你坐在圆盘上 就整个失态 松懈一下 失态 然后就是还有一种 就感觉上 你在这个难度上呢 你认为你是在偷鸡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人家会做这个偷鸡人 裁判会做这个偷鸡人 所以对他来讲 他以为他能够接到这个机会 其实他是给机会 裁判 对 这种连贯性的动作 而且一连几个动作凑在一起啊 是非常消耗这个力气的 所以你看啊 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四头四尾 也是要真的是 真的要找 真的要找休息的 而且这个休息呢 就不会偷 刚才我讲那个会偷 这个不会偷 偷的太难看了 所以这个这样的扣法呢 对形态上呢 就是他不会掌握 应该要怎样掌握呢 都是在技术上要更深的去研究它 研究 那站得太直了嘛 太直 休息不会站那么直 对 没有 而且就是说你站的时候 掌握的时候应该向前点提出 把那个步伐稍微开一开 或者是移动一下 有稍微的小动作这样 就能够遮掉你这个 这个形态上的不完美 对 要延好一场这个 捕丝 那么经常讲就是公驾 有人称人是马步 就是腰力 都要一直好像保持的很完美 那么这个完美 不能够说在高桩 我就能够站姿姿 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扎马来舞 其实在武士要演到好的阶段 是由头到尾就要完全的美 那在高架上 你还是有基本的那个工匠 把它炸得更完美 所以刚才我讲要懂得偷 其实也不是叫做偷 要是懂得 能量去利用你的气 跟你的体力的配合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